十三屆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和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习近平 李克强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2953人 出席2895人 缺席58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 栗战书委员长 向大会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栗战书在报告中指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屡职尽责 积极作为 为推动重大工作部署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维护国家安全 提供法律保障 有效发挥了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 栗战书在报告中指出 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 常委会制定法律9件 修改法律13件 做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8件 正在审议的法律案23件 听取审议35个报告 检查一个决定和六部法律实施情况 进行专题询问两次 开展专题调研六项 做出决议一项 决定批准或加入条约七项 审议通过39个任免案 依法任免国家工作人员259人次 在报告中 栗战书指出 常委会工作最为显著的特点是 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对法治建设的呼声期盼 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出的法律需求实际 加强立法和法律监督 努力使各项工作 更好围绕中心和大局 更好服务国家和人民 一是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修改国企法 国徽法 审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 二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顺应人民期盼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加强公共卫生立法 修法 加快国家安全立法 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立法 三是坚持欲支持与监督之中 依法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推动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 确保行政权 监察权 审判权 检查权依法行使 四是坚持代表主体地位 支持和服务代表依法履职 认真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 全国人大代表工作 35条具体措施 不断提高代表工作水平 五是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发挥人大外事工作的职能作用 六是加强履职能力建设 不断提升常委会自身建设水平 栗战书在报告中指出 常委会工作还有一些差距和不足 将虚心听取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建议 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 更好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在报告中 栗战书指出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 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仅仅围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谋划人大工作 依法行使立法权 监督权 决定权 任免权 发挥好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职能作用 栗战书在报告中 对常委会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进行部署 切实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 切实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 涉外领域立法 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 切实加强监督工作 确保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切实加强代表工作 更好发挥代表作用 切实加强人大外事工作 深化和拓展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合作 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夯实履职的思想政治组织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依法服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9347件 审结35773件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3080.5万件 审结直结2870.5万件 在报告中 周强从七个方面总结2020年主要工作 一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是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 三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四是全面构建一战式多元解分和诉讼服务机制 五是着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六是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法院队伍 七是自觉接受监督 周强在报告中表示 202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 人民法院要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 准确把握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 更加注重系统观念 法治思维 强击导向 坚持稳中求进 守正创新 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加强政治建设 积极服务大局 坚持司法为民 严格公正司法 深化司法改革 建设过硬队伍 要求真务实 开拓创新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 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严重冲击影响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年来 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 301万件 同比下降19.4% 其中主动履职的公益诉讼 诉讼监督案件 同比分别上升19.2%和9.6% 在报告中 张军从五个方面 对2020年工作进行回顾 一是积极参与国家治理 以检察保障助推中国之治 二是主动融入发展大局 以检察服务助力全面小康 三是全面推进四大检察 以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四是紧扣民心这个最大政治 以检察为民增进民生福祉 五是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 以检察建设确保依法履职 张军在报告中指出 2021年检察人要更加自觉 担当作为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开好局骑好部 提供有利法治保障 要持续稳进 切实增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政治自觉 狠抓落实 切实增强融入全面依法治国的 法治自觉 努力提升 切实增强实现 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检察自觉 为保障人民幸福 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 做出更大贡献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会议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 向各位女代表 女委员 女工作人员 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 向世界各国妇女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 王臣主持 大会执行主席 马逢国 王东风 王光雅 王建军 尹丽 石泰丰 白春理 刘毅良 刘国忠 刘嘉义 许奇亮 阮成发 李玉妹 李伟 李学勇 吴玉良 英勇 沈晓明 陈全国 陈希文 袁家军 黄志贤 彭清华 蒋卓庆 景俊海 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详 印